心理学家詹姆斯曾说 人们可以通过心态来改变生活 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伟大的发现 没人不想有个好心态 但不愁不愿 积极乐观 并非一般人能达到 遇到了困难更是稳不住 其实改变心态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一时一世 好心态靠的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给你答案 一 短期心态靠目标 赶工作业绩 重要的会议备战考试都需要心态 这种短期的心态主要靠你的目标 专注在目标上就没有什么能干扰你 有位师姐考公园的时候每天订好背多少页书 做几道题就一定能完成 她果断地把朋友圈关了 复习时两只眼睛死盯着书本 谁叫她都听不见 谁也没见她 崩溃难过 当时除了眼前的提议她什么也没想 甚至没时间考虑能不能考得上 你或许也经历过连续几天加班 熬着夜赶指标 按理说早受不了了 但直到百分之百完成 也没觉得太痛苦 你会觉得脑子里绷着一根弦 一段时间支撑着你 会劳累 却不会心累 这从不是靠意志力 都是靠制定目标的学问 当你说出我要减肥十斤 我要升职加薪 我要过得越来越好 心态照样还会崩溃 真正的目标一定是具体可实现的 想要稳住自己 先把毫无作用的一句完成绩效 改成从现在开始读资料 半小时后清理重点 项目三点联系某客户 说明某项目的细节 毕飞宇写过一段话 时间这东西过起来很快的 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 你有没有目标 想要的东西看得见 摸得着 每分每秒都在接近 稳住心态很容易 这种短期心态不需要什么控制力 一个好目标就够了 二 长期心态靠节奏 但是长期拥有好心态 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 很多事不是一蹴而就的 玩命去拼 可能反而经历耗尽 好心提前就熬没了 奇葩说里的冉高明 刚录节目拼命往上赶 半夜常常惊醒 根本不敢休息 越被淘汰 他就越不服 连着参加了好几季 模仿逻辑方言 招数用尽 搞得身心俱疲 第四季 还是惨败 他止不住的流泪 为什么长期容易心态崩呢 没有人是涌动机 当你想要的事情还遥远 路还长 脑子里的鞋越是紧 就越容易断掉 反而找到自己的节奏 时紧失松 给自己调整的时间 前行才更舒服 就像后来的冉高明 会熬夜 却不会辗转难眠 会拼命 却不在时刻不停 回归六七季的他 终于在舞台上发了光 我们都有过 步子乱了 还不停往前 你的心态 也绝不会差的 你可以抓住 每个小点来感恩 孩子偶尔帮你做饭 爱人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同时帮你在领导面前解围 更可以看看 你忽视的那些 朋友虽然不多 身边的几个 却都是真心对你的 挣的钱不多 按自己的喜好 吃吃喝喝 却没问题 熬夜了许久 身体还算能扛 总说 没得感恩 但普通人的日常 只要留心 随处 都是满足感 你甚至不需要 说出谢谢 当你能这样想 抱着感恩的态度 内心就是风吟 而充实的 一直感恩下去 就能一生 没有仇怨 以示 积极乐观 五 林清选有句话 人生需要准备的 不是昂贵的茶 而是 喝茶的心情 所谓心情 好的心态 不在你遇到什么 而在你自己的调节 靠目标 短期没有杂念 少了忧愁 稳节奏 长期步伐不乱 少了焦虑 会清零 挫折不放在心上 多了平和 懂感恩 一生微笑面对 多了乐观 如果心态还不够平和 先着手去 询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